因为那个姐妹今天她要上班 所以我来代替她分享她的见证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是乐和区2302小组的李丽萍 看照片 感谢主 在这次的烈火特会当中 有很多奇妙的恩典 我的脚踝在三月下旬的时候 打羽球翻船 就是脚踝严重的挫伤 整个肿的跟米菇一样 然后淤青红肿 然后医生说至少要复健两个月以上 那前两周呢 她都是一搏一搏的走路 几乎都是无法吃力 这次的烈火特会 因为需要招待同工 我心想在那场服事应该还好 只需要就定位 引导会众就做就好 所以就答应了区长可以服事 服事的过程 原本自己没有什么感觉 都是缓慢的行走 当梅坚陈牧师呼召人到台前的时候 需要招待协助服人 当下我没有想太多 直接上前一起服人 祷告结束回到座位上 突然发现我可以正常的行走 甚至于可以轻轻的跳动 当下真的是又惊又喜 当我回到家检查我的脚踝 发现已经完全消肿了 这真的是完全超乎我所求所想 除此之外 在烈火特会的时候 我的妈妈摔伤 膝盖骨裂 需要紧急的开刀 原本父亲也因病卧床 需要妈妈照顾 现在妈妈又需要开刀 如果是原本的我 会非常的焦虑 担心妈妈的身体 担心医药费 后续的照护等等 但是烈火特会过后 我的心中有平安 完全不会紧张 一点焦虑感都没有 这是过去没有过的经验 感谢主 祂不但医治了我的脚踝 更医治了我的心 让我真实感受到 神同在的平安 愚喜乐 这样一切荣耀归于神 阿们 阿们 谢谢 谢谢 Yeah